我给俄罗斯媳妇再次安排神秘美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这不昨天我们把签证成功递交上去了吗 说实话我和小达莎那都高兴完了 这真的是离回国又更近了一步 为了好好的庆祝一下 我就决定今天亲自下厨 给达莎安排一顿她绝对没吃过的神秘美食 咱们还是老样子先开盲盒 这一看到我又开始整活了 那是可把胆子只有幼儿园水平的小达莎吓坏了 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一直在不忍心 我只是帮助我 帮我帮我帮你 帮我帮你 帮我帮你 你不怕了 我不是 我不是 你怎么完蛋呢 我这万万没想到啊 本想着来个惊喜开箱 却变成了惊吓开箱 我一看不能再搞事情了 就让小达莎赶紧打开吧 其实这次给小达莎安排的是一些生蚝 从小在西伯利亚长大的她从来都没吃过这玩意儿 还以为这生蚝里面有珍珠呢 其实在国外这么多年我也好久没怎么吃生蚝了 这次还是采用最传统的方式用清水煮 然后再配上我这秘制的蒜泥小蘸料 这小辣子已经上来了 这小辣子已经上来了 大辣子已经准备了 已经准备了吗 嗯 好 现在拿着 你找了枝吗 什么枝吗 什么枝吗 是蚝蚝 没有 为什么枝没有枝吗 已经拆开了 不知道 这个枝没有 好漂亮 我能做这些枝吗 这些枝吗 试试 我还不怕 试试 我还不怕 妈妈 助手 你从来没吃过生蚝肉 这小泥子实在是有点下不去烤 兄弟们你们评评理 这蒜泥能有多辣呀 这小泥子就跟吃到魔鬼教室了 我死了 你吃啥 你吃啥 这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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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残暴了 啥好吃 好好吃 多香了吧 小蒜泥咔咔的 哎 晚上一摆 多香啊 我这一看 这小泥子是真吃不惯 这生蚝啊 放点蒜泥就手辣 这战斗民族你算是摆叫了 这清蒸生蚝吃不惯没关系 正好这次我还带了一些火山 外壳东大虾等一些海货 给你安排一个海鲜锅 我就不相信你还说不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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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最美味的这些是和 five大蒜蜻 好 好 这些是和五伤的 这些是很美味的 非常可惡 如果火 tricks都出闭 essere 全部吃 为什么 它们很美味 说实话 这顿海鲜大餐做的还是有点失败的 也可能是我家这小泥子实在是吃不惯这些 只有这蒜蓉大虾它还是比较喜欢的 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这小达莎喝了冰可乐 吃了生蒙海鲜大餐后 没过一会儿这喷射战士就上线了 这儿这么多的 我说了 但是我不是这么多的 bastante 放翅西小泥子 不是暂风 bulbs 你看我一不够了